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老公老公 你這邊都在做大減價 我想再買多幾件衣服 老婆老婆 你經意貌若天仙 穿什麼都這麼漂亮 不用再買了 不如交多些月費給myradio 支持客更好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不是怎樣 吞回來的一陣子 我會摔一摔的手 開始的 怎樣? 正式開始 按Double Confirm 不需要 Double Confirm 我開始很認真 兩個人同一時間打給他 Multiple Confirm 分身了嗎? Codro Triple Confirm 他不聽電話 睡了? 他電話也不聽 有沒有Hexer Confirm 如果雙傑有在看 他之後會聽電話 雙傑有在放假嗎? 放假 放假 Double Confirm 被人休息很辛苦 有一個約訪問 可以可以收到 正常 正常 一齊正常 你今天站下一步太大了 好 OK Good 好 這個是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是myradio 和二條時報聯播 早晨節目 這就是第二節 但剛才那一節應該很無聊 但不要緊 都 這一節 說回來 我們就來到上水天平西的選區 這裏都說我們候選人的 就是三號李政熙 我們看看三號李政熙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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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了 這個人低了 這個就是 因為是 其實最主要就是搞一些特色 所以就 不是吧 是嗎 特地為了選舉 骨裂啊 剛剛說宣佈報名 就骨裂了 接著就一直都這樣 那早幾天還被人打 是啊 那我們過去問一下 是否有封煙訪問 有啊 有啊 他被什麼人打呢 沒有 問他 你被什麼人打呢 選民嗎 我想可能是的 但是那個人之前在公園會的街灘很活躍 是嗎 是啊 那拘捕他不行 拘捕 拘捕嗎 是啊 拘捕到游防回警察 一向都是這樣 不是啊 我不是問警察 我說我們拘捕不到 哈哈哈 拘捕 你沒有派人拘捕他嗎 那你 那時候 那你怎麼保護 你怎麼保護這區啊 不是啊 阿廢土 阿廢土那些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發不知阿廢土 什麼廢土 我快點 我們的手中 阿廢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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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土 廢土為何你會幫助公民助選 阿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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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鏡 這就是廢土 熱狗的廢土 那是 那是 我們說回 你一直做街角 不用理我們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在這裏 那是 那是 其實就是要公民不同的選區 那是 那是 昨晚在 昨晚要正少說的不同選區 有不同的風格 那最不像選舉 就是上水 是 因為上水是 每天都吵架 打架 他們這樣 他就打到這樣 那就是 又被人襲擊 還有就是 基本上 每天都在跟 那些 是不是每天都跟人吵架 你 我習慣了 平常都是 每天都吵架 所以 所以大家對他的選票 就不用太期待 那些這樣 每天都跟民主黨 跟工聯會 跟工聯會 在那裡吵架 吵架街站位 吵架 大家在那裡 一看到別人 就追擊人 他們帶不同選區 他們 有些同選區 對面 有些不同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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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基本上 阿希這次的參選 都是為了 都是為了罵人 追擊 其實 其實 以選舉工程論 如果 以一個 真的爭取選票的選舉工程論 其實 這種做法 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但是 我一直都沒有怎麼理他 原因就是 什麼都試一下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的公民參選 也不是單單為了議席 以及 多少選票 那些 那不是我們最大的考慮 其實 搞局 令區議會選舉 有政治的能量 以及政治的議題 所以譬如 老實說 無論是各區也好 相比地區的議題 多少個交通燈 多少個路牌 我更加關心的是 政治上的議題 沒錯 而事實上 我也認為 既然區議會選舉 根本上在區議會議員的職能上 事實上 他又不是真的管轄那一區的話 其實每一個選舉 都是一個政治的動員 以及一個政治的 其實那件事 某程度上 很純粹政治性的 所以阿希的做法 就是說 在爭取選票上 我不覺得是好處 但是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上 在這個政治環境的 區議會選舉上 亦都是沒有壞的 亦都是可以一試的 所以就是 你平均罵幾天 每天 這些 沒得數 他上去罵 他上去搞食環 搞食環 昨天這樣搞食環 對 昨天搞食環 按了他的車 怎麼按他的車 說他 好 好 那 因為我們一向有些 街坊的工夫 在旁邊 零山村 或者在天平山村 零山村 或者天平山村 有些農作物 又或者放一些 交托 小飯堂 簡單地說 都是賺取微博 今次幫助生計 在我們天平山村 有些樹中間 去放的 誰知昨天 我在放一站的時候 就看到食環 一架那些十幾座位車停在那裡 在那裡 那邊 那些十四座位的車 十四座位的車 在那個位置停在 十幾個人一起衝過來 一起按一個七十幾座位 在那裡 因為在那裡 我平時有打開招呼 有聊天的過叔 那叫 整十幾個人 一起按一個阿叔 然後 再沒有收 另外還有三個人 一起沒有收 那些東西 我都渴不住 那我馬上衝過去 對面 就 撐不住 也沒有辦法 按人家的車 其實最重要 我真的想知道 有沒有需要一個 完全沒有反抗意識 沒有反抗意欲的老人家 要被你押送重犯 這樣押上車 我真的說 食環你真是惡過狗 你這麼好東西 你先用什麼原因 這樣來執法 然後 我也是說 那現在他縮審什麼驗傷 我要求警察 我說 他們說開不了車 那他們就報警 那警察來問 那他們現在想怎樣 我說 但是他要問清楚 那個阿叔 究竟他用不需要驗傷 有沒有受到不合理的退代 就這樣 之後 那各位伯伯 似乎都可能 都是想 票控就了事 因為有人怕 之後再被人打壓得更加深 那 他都說 多謝我們關心 多謝我們 我們站出來 他就說 都是想罰款就算了 沒有 他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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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被人打壓 更糟糕 是啊 他也是這個意思 那 但是最後這個伯伯 有沒有立刻放回下車 跳控了就放 沒有 都是押走了 連人帶車走 因為其實已經押了他上車 就是這樣 每人一邊 兩邊一個食環 兩邊投手 後面再有兩個人 哇 湯沒有報索 是啊 有機會 這樣 這樣 死了 七十幾歲 暗仔幾乎人討厭 一個七十幾歲 不是 給十幾個食環 這樣 正常來說 你們拍不到片嗎 下車上車了 分享了 不可以了 廢堂走 廢堂就是廢堂的問題 是啊 就是後來 那裡就拍到片 但按他也拍不到片 沒錯 繼續打招呼 好 所以不如阿熙這一區 因為是 昨天這一區 我是3號的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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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譬如阿熙這一區 不如我們這樣 早上 早上 阿熙這一區 因為上水 大陸人也多 走私塘多 走私檔也多 但你說剛才那些小販 小商戶也多 他比較多衝突會發生 還有土共區 選區 各樣東西 變成這裡就很多衝突發生 譬如好像阿熙昨天那個 經歷那種感覺 你說 以選舉來算 這些 昨天發生的事情 其實對選區沒有幫助 老實說 對選舉 對選舉工程是沒有幫助 但是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就是熱狗做的 這些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出來搞事 就是搞這些事情 當然最後 你說 幫到多少 未必幫到很多 那 即 我覺得阿熙的選區 也挺突顯的 雖然不是選到各個區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如果你 譬如在這些 比較紛擾的區 其實選舉 只是一個瞑目 去聚集一班人 去聚集一班人 然後 借這個時機 大家聚集在街頭的時候 然後街頭有什麼事 那在街頭就是行動 這裡是像 搞行動 多於搞選舉 就是每一天的狀況 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挺特別的狀況 而我又 我又多 因為阿熙跟我說 他參選的時候 其實阿熙是住在這裡 阿熙本身是住在這條村 就是這個天平西 這個選區 他本身是這條居民 那他是 其實他 他 即是怎麼說 他 你看他的樣子 又很江湖味 很重 但其實他也是 他也是兩個女兒的爸爸 這樣 是不是兩個女兒 一仔一女 一仔一女 一仔一女的爸爸 那本身就是基督徒 看不出 那 而 他自己 知道 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是他自己來跟我說 喂 我想選這一區 那些 那我問他為什麼想選這一區 他說 我想區議會選舉 吊咬那個工業會 那是 其實他參選的目的就是 吊咬那個工業會 那年代就 那當然他一發不可收拾 又吊咬旁邊的民建聯 民主黨那些 那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叫我去設計選舉工程的話 我覺得如果以去爭取 雖然不是說一定贏 但是以最有效地去爭取最多選票來說 我不會這樣跟他去設計選舉工程 或者那個部署 但是 但是我又覺得那件事情是沒有壞 甚至乎 我都幾 雖然他最後那個 其實最後拿多少票是不知道的 其實是不知道的 其實很有可能是 很多的可能是最後拿多少票 跟 就像這一段時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沒有關係 但是 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 所發生的事情 所大家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 他們經歷過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價值是有在的 那個是 那個是 本身無形中也是在訓練 這裡 譬如他們很緊密之間 其實他們 譬如他們的團隊 阿希和 就是 不說誰 他們本身一家人 兩兄弟 然後 譬如 有很多手足夠人住在附近 包括羅生 那 他們本身都形成了一個 一個小小的行動小組 這個對往後 做行動或者做各地的工作都是有幫助的 你說 選舉Rise 來講有沒有好處 那個 那個對我們來說 就不是很大的考量 不是很大的考量 當然我們 我們 我們 除了 搞事吵架之外 在可以做的層面上面 也會盡量去爭取好的成績 好一點的選票 譬如 我會落出來也會跟他 去跟他設好街站 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哪些優票 但如果他要吵架上來 我也不會阻礙他的 其實我每次下來都吵架 今天還沒發生的 是 就的 上次就算在搞祈禱會也是吵架的 搞了祈禱會 一會兒就吵架 這也是當區的文化 阿希自己作為居民 也很融入當地的氣氛裡面 所謂入鄉除俗 我覺得是好事 也是欣賞的 那你們 你們有沒有下來 我今天第一天下來 叫街站 不要用 是不是完了 你這個 我想說 因為剛才我走過來的時候 經過火車站 那時候大概七點 都看到很多走私賊 在火車站附近 已經在吵架 是在吵架 一嵌一嵌的 我也是 因為我在火車站過來 都看到 他們都很勤勤 很勤勤 你已經在吵架那些東西 是啊 那些紅膠袋 那些卡板的嵌嵌在那裡 然後我問回街站的手足 然後他們 我說 都挺厲害的 對啊 都挺厲害的 我們剛剛看到 有沒有有趣 對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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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啊 打力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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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裡啊 Hello 早晨 你這個經常說錯口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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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一點 大香港早晨 拿來剪精 可以剪精 這個可以剪精 這樣可以剪精 不要用發覺腦 為甚麼害羞 你做事不是這樣的 為甚麼害羞 上鏡啊 不想上鏡啊 不想跟湯姆一起上鏡 不要緊 一同淡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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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轉過來 好聰明啊 真的笑了幾天 表情就咬到嘴 沒有湯姆在旁邊 女兒都開心了 他聽了陶傑說 看一個人 最重要是看身邊是甚麼 你記得嗎 媽咪經常看電視 電視給我叔叔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說錯口那個 你說 懶惰 他說 媽咪這個人為甚麼 常常說錯口 他罵誰 我們繼續趕回當區 趕回當區 趕回當區 好 你要去看醫生 我去看醫生嗎 要去看醫生 好 去看醫生 去看醫生 你們要做節目 你們要做節目 你們要做 加油 下次再帶他過來 你選四口 我看到3號 你剛才講的 對 你剛才講的 我剛才講到 在火車站附近 有很多 走私柴 繼續在那裡 有很多水火 然後我問街坑的走速 我說 附近為甚麼 其實都很厲害 都還很厲害 他說 你這些新鮮事嗎 根本就是這樣的 然後他說 我說不是 早前少了些 他說 基本上只是 反光復那一陣子 就是那一星期多 那兩三天 好些 之後其實是 一邊加一邊加 麻煩根本就是沒有停過 就算現在空中變了一週一行之後 其實那個狀況還是沒有改善到 依然都是那麼多人在走水火 好 你不是在說什麼 因為我 我很不像水人 其實我是一個很少生活在火車圓線 即是冬鐵的人 但我早幾年每個星期都來練球 我都要經過 這一區其實不是人住的地方 不是人住的意思是 它很旅遊區 但其實它很多不是 就像旺角一樣 它不是這裡的人會在這裡 譬如這裡是一個 你在上水貨車站下面很大的郊 要先說清楚 就是 你開攝影機就沒話說 譬如陳四說這區不是很人住的地方 譬如你拿一個攝影機來 究竟在這裡 聰明一點 怎樣?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這條路直走出去 去到接近上水廣場的位置 那邊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但是又很誠實的 幾條街之隔進來 過了上水花園之後 其實這裡 這裡很遠 即是這裡 因為 Panser把人嗎 你是指的 不是,我指還我指 我指是想你拍到我指 不是叫你的鏡頭指描過去 區員是這樣的 對 我要看到你拍到我指 不是,他鏡頭引在那裡 那麼區員去哪裡 你不用一招 所以其實有一點就是說 你說譬如當區居民 你跟他說水貨客的問題 你說水貨客肆虐的問題 他們知不知道 他們當然知道 發生在他們附近的問題 但是他有一樣東西呢 有一樣東西就是什麼 他又沒有辣到進來這裡 即是他還沒有住的位置 又有段距離 他的距離不是很遠 他的距離不是很遠 但是就分開了 你有權選擇的 你有權選擇的就是說 哎,那裡這麼亂 我不告那邊 那些這樣 但是你要買東西 是的,你買東西就會經歷到 你住就 你街市的位置 街市的位置是可怕的 街市的位置是打仗一樣的 是的 不過是你一走過去就是 我夠膽講 譬如上水廣場對出街市的位置 你什麼派系的人都好 你什麼主張的人都好 你什麼大愛和平 譬如長毛那些 長毛不是連廣中大戰都說 兩對摩都這麼屎 兩邊都不撐 就算長毛這種世界公民 去到那裡 你只要站一小時左右 你一定要大陸 是的 表硬 不,你… 可以做個實驗 叫Let's go geographic 肯定 肯肯定 捉長毛 我整班立法會員在那裡站一個 叫長毛在那裡開個檔口 賣菜在那裡擺檔 一定要 他那裡有 剛才好像 就是阿希剛才在那裡說的一些 是本地的人士在那裡有他的擺賣 什麼都有的 什麼都有的 不只菜的 就是賣一下自己家裡的垃圾東西 就是很舊區的東西都有 大部分的拖劫有在那裡 就是走私客 其實你上到上水廣場 一個很漂亮的商場 裡面全部都是放在那裡 在萬寧外面 在body shop 外面 揭開了 然後就進貨 其實你會很辛苦 我作為遊客 如果這樣說 我會過一下來的 以前阿波說過路 不是,那條路是走不了的 其實是走不了的 商場都是這樣的 神經病 那它好像是成為一個 其實它在那裡變成一個商業區 它好像是 它不必是商業區 它不知道是什麼區 它不知道是什麼 你說是旅遊區 戰區 戰區 聚里亞難民 然後你不斷形成 那你當然繼續有生意 當然要追上去 繼續湧現更多的藥房 其他相關的行業生意都在 其實那裡變成一個很… 其實那邊真的逼過旺角 當然來到這邊 就變成了另一個居住環境 你去到旁邊 這裡有一大堆的 大約兩層樓 加上天堂 三層樓的舊樓 那就不… 不是很覺得那裡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是,那裡一流一都多 好像是湯姆姐雲 但… 是少租戶的 如果要我敢上去 因為我會行區的 其實你聞到一股味 會是晚間廣播多 還是它自己老業主的多 感受到老業主的 這個自己看區 不過不是選區 就是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說 對於當然不影響這個居住的地方 但是你… 它其實… 不是,它其實不是不影響 我只是會澄清 因為它那裡是必經的地方 它其實是影響的 它其實是影響的 就是你始終是家裡的 是 但是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我想說回選舉的一件事就是… 例如你舉例… 舉例我們在… 我們現在選… 阿熙現在選天秘西的儲區 你跟他說區王、水貨客市 他是… 他那麼近的了 他那麼近的 但是呢 就是兩條街之隔的稍為的… 就是他… 始終未吵到 Exactly在家裡的樓下 所以是有權… 因為譬如在這裡開街站或宣傳 你說區… 你說水貨客的問題 你說取消一簽多行 你說收緊自由行 他都是有權… 還是會有權有居民跟你說 嘿,不要搞事 其實是說得出的 是 你不要以為… 因為我們見過嘛 我們見過嘛 他覺得搞事啦 如果不是經濟怎麼會好 因為其實很奇怪 其實呢 其實是慢慢… 我想說的 慢慢是會殺到人 其實那些水貨店可以在哪裡 它外面已經越來越多水貨店 外面有很多水貨店 其實是驅鑊剩幾天 那接著呢 其實呢 你不要說是人流 店舖的生意都是的 你走進幾條街 其實這邊是有吉店舖的 是啊 這邊其實是有吉店舖的 外面就全部都是水貨店 好了 你這裡有吉店舖 你可以想像的 它那些水貨店就越開越進了 是啊 越開越進了 越開越進了 然後這個… 譬如你搬搬這邊 搬搬這邊 你遲點就想像到 這裡就堆滿了人在這裡拆水貨 在這裡拆水貨 不過好一點點 因為算是… 就是這些樓院 但是它滲入到這裡其實很簡單 你也是對面馬路而已嘛 你將現有的生活情況 再慘多一倍 就是辛苦多一倍 就是現在那個逼碟的情況 其實是很簡單的數學 但是它還沒到嘛 它還沒到嘛 所以香港人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不單止說 譬如你住九龍 譬如你住中環 你住… 你住… 半山 那你當然不了解那個水貨客肆虐的問題 我想說 有權是住在上水 它都覺得你搞事 有權是住在上水 它都覺得你這幫人搞什麼 搞什麼驅王 搞什麼趕水貨客 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經濟 怎麼會有經濟增長 甚至上水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區議會選舉如果你不將… 甚至乎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不在區議會選舉 或者是其他行動 將那件事 做到很大的exposure 即使發生在他們家附近的事情 即使發生在他們家附近的事情 你不將這個議題帶進來 但不將這個議題帶進來 他們有權是覺得沒有這個議題存在 他們有權是覺得 不要都是這樣 因為這是真的 因為這是我們區裡面看到的情況 即使我們的印象就是 嘩,那裡這樣 住在這區的人 他們怎麼看 他們一定覺得很反動 反你老母 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可能會回到家 就覺得那些人很煩 阻礙他 但是搞的就不要搞的 其實我以後的家人都是這樣的 而且他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覺得是這樣的 做生意就是這樣的 買東西就是這樣的 就是覺得那一區是做這些事情 是啊 就是覺得那一區 你上水這裡近深圳 坐過站就到路 那麼他不在你上水裡買去哪裡買 就是這麼近 是啊 就簡直覺得 上水是這樣的 你住在這裡你完了 所以就簡直是完全不關心這件事情 如果覺得這件事情 就已經合理化了 就是走私水貨這個問題 就覺得完全不麻煩 而且他們是 譬如他們住天明廁 他們會說上水廣場那道 就是他們不覺得那道是自己那道 他覺得那個是那道 我這道 不是我這道 就是如果我的印象這麼近 這道就應該叫這道 那道不應該叫那道 但是他們還是會說那道 其實在說的就是 剛才的畫面也聽過你了 其實走過一點點就是 有意思而已 直走出去就是 你直走到現在轉彎 你看到車轉彎的位置 一轉出去就是地獄 是啊 今天沒有的 今天沒有 不是 還沒有 還沒有 四點鐘 現在早上還是好一點 那些 那就是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都幾 幾 幾有趣的 其實不有趣的 那件事一定不有趣 但是就是一個 是一個區內的觀察 所以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 那個反抗的力度還沒有足夠 其實 是 其實這裡的問題 還有就是 你對自己 就是我觀察到就是 人對自己的地方 對自己的家園 那個歸屬感 這個真的是土地問題 我 我 就是譬如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聽節目有沒有說 其實我不是住在南山村的 就是我住在附近 但是我也會說 南山村是我家樓下的 就是我覺得那裡 我覺得那個範圍很大 我不知道 就是你對自己樓下的位置很闊 對 我對自己樓下的範圍很闊 太子也是這樣 我在旺角警署都覺得我家樓下的 就是我覺得周圍那個範圍是 就是你那個家園那個歸屬感 就是香港人是不覺得過了這條馬路 他不覺得自己的家 我覺得可能是關自己的單位細事 他已經不覺得這裡是自己的家 他們只是覺得那一個單位是自己的家 他不覺得這裡這些地方是自己的家 過了這條馬路就覺得不是自己的家 過了馬路他已經覺得不是 已經要過馬路了 所以你說 喂 要推廣的東西 要推廣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都講過就是說 你在香港那個民權運動 你要推廣除了說 爭取民主啊 鬥傷痴 爭取民主啊 那些制度上面的改革之外 你要推動他們 更加觸動到他們的心靈就是保衛家園 譬如之前 哪天都寫過一篇文 說怎麼把本土運動 放在保衛家園的一個位置上面 那個是 信報那個是誰 啊 啊 啊 練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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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 喂 我們要把那個運動 專注在保衛家園上面 但是當中有一個盲點就是 香港人對家園的概念 是很窄的 是只是家裡到電梯口而已 他只是保衛那個位置而已 很現實的 看你住什麼地方 譬如 你住在一些 三四十年的私人樓 有椅子那些 那你下面的級別的範圍 可能大一點 你公屋的居民 可能就是你的村子的範圍而已 這樣也很大的 但是有一些什麼呢 就是新型的 私人洞式那種 不是 新型私人樓有平台有成的那些 那就離開了一個 離開了一個平台 分間範圍 就不是自己的奧院 這個是很現實的規範 你會感覺到自己的家是什麼 譬如我 我又不是整個混蛋 譬如 對於我來的時候 有九龍城就是我自己的地方 就是在那裡大 你那裡走 那如果譚仔一定會是 大半個太子大角咀 就是他的家 這個就很規範 本身你住什麼 視乎你那種屋是哪一種 是啊 但是 但是其實 屋苑就一定是那個屋苑 對呀 對呀 那裡比較設施你 但是整個 公民意識 其實很視乎你平時 會在哪些地方 需要用到那些設備 在你去到幾大範圍 你就可以用 需要你的東西打球 買煙 那些 但是如果對一個屋民的意識來講 你是會有一個危機感 你對於自己的香港 家園的感受是 是怎樣 或者也是把推幾及人 你覺得其他街坊 你的居民 他在地區生活的感受是怎樣 當然這個是我之前讀書 他要求你這樣做 對區的研究 或者留意他的生活是怎樣 譬如昨天我們有看到 就是我們跟敬港 在伊山而建的潮雲山 那裡 那他那個商殘事的設施 無障礙的設施是怎樣 今天當然我們直接看到 商殘事在那裡 我們之後看看他的設施 就是怎樣在那裡走這些 那這個就是 對於這個社區那個 那個刑置 不過這個回到 好區議會的角度吧 可能我就是這樣 我覺得始終都是要那些藥房 開到那裡 那些人才會明白到那種感受 就是講到這個話題 其實我們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街坊就馬上走來跟我講 街坊就說 因為我們剛才說到 就是還沒殺到進來 但是其實裡面是有一個商場 就是這個奧院 在奧院這個奧院 他那個商場其實是領會的 是領會的 但是現在不是領會 已經不是領會 已經是連領 領會也不要 是領會也不要 領會賣走了 領會賣走了 就是領會早前說 賣走一些不賺錢的商場 是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好了 那賣走了之後會怎樣呢 現在還沒發生的 但是現在已經是 很多店舖全部都不續約 那領會已經賣走了 那個商場了 新入手的業主 然後呢 跟所有商店都不續約 其實在準備什麼呢 其實準備就是 打算清走了 其實裡面呢 是將會 就是小道消息就說 裡面是會將會開大型水貨城 哈哈哈哈 是的 那就是說呢 即是它將會出現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早晨你好 記得投票嗎 即是它會出現的情況就是什麼 我們剛才在說 就是 喂 上水廣場那裡 立立了 戰區一樣 但是因為 兩街資格還沒殺到進來 但是其實裡面那個商場 已經是 直接在裡面開 已經開始清潔一些商戶 清走了 然後呢 是有這樣的可能 就是街坊報料 就是說 其實是有可能呢 之後呢 直接就是 在村裡面 就直接搞水貨城 是做得出的 因為 那個商場已經是 連領匯都不要了 領匯都覺得沒有價值了 那麼領匯都不要 那麼它拋出來 它現在又 保持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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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來做什麼呢 那 是極 難道 搞一些小商戶小商店 開文具店 難道會搞這些什麼 那你當然 轉去做一些 這裏 就是它會轉向做一些什麼呢 就是 你區內的居民都支持不到商場的營運 那它就唯有 唯有 將它求諸於外 會在這裏出現 又有消費力的 就是水貨客 所以慢慢就說 不單止是那些 火車站 旁邊的這些 上水廣場 附近的這些商店 連 村屋這些村裡面 已經賣走了 雖然你說是屋村了 但是因為它已經賣走了 商營模式 它做什麼都有可能 就是可能一年兩年之間 這條村裡面 但是如果你選到李正熙 他可能會跟你廢 如果你選不到李正熙的話 那就可能是 Exactly 在你村裡面 就已經有個水貨商場 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OK 那就夠一節了 夠有得了 夠有得了 不如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再講講 不要按 不要按 他剛才差點按了 CUT LIVE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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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